大家好,我是阿渡,我先是在山西太原 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是晋池 在中国历史上,李世民是评价非常高的一个帝王 这里面就有李世民当时起兵夺得天下的故事 我们到里面去讲 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牌法 晋池圣境 这个就是晋池的一个大门 它上面有牌匾 这个字中间有这个金湾印 这两个字就是李世民所写 它这个大门是在1984年重立的 虽然这个匾也不是老匾 但是也是当时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它现在是从这里预约开始进园 它这里是十字桥 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 往前面看的是唐园 因为它这里是最早供奉晋国的开国君主 唐书于的唐书于池 现在这里也是一个仿唐的一个建筑 它前面是一个造壁 上面是葫芦寿 李世民为晋池写过一块碑 整个碑有1200多个字 全都是李世民 亲笔所写 上面写了他的古号唐 是怎么来的 一文在晋国古城它就是唐 唐书于他是晋国的第一任君主 在后来才把唐改成了晋 在当时随末年间 天下大乱 三四六路返亡 六十路阉城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 当时是晋阳留守 也就是太原的一个最高长官 所以说李世民他也是在太原这个地方所长大的 李世民也看着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他就去对他的父亲说 咱家是官隆贵族核心 不如趁此大好时机也起兵造反 李渊听问是波安大怒 李渊他和水扬帝 他弄母亲是一个妈 所以他们也是以表情 就说你这小崽子你懂的事 你让我造你大爷的反 他这里是飞龙阁 是一个两筹龙阁 在这里可以登高望远 整体是坐落在甲山石之上 在下面可以通过去 他这个地方去飞龙阁 不知道是不是李世民飞龙在天的意思 过了一晚到第二天 李渊对李世民说 你说的都对 但是这件事我不能干 我不能去造我表哥的反 毕竟咱们家是大随着称子 我四受国瘟 这次我不能干 随后他对李世民的这种行为 也没有做出太过激烈的反对 当时李世民他很年轻 二十多岁 这件事他自己感觉 他自己的能量不够 还需要他的老爹充满 所以他就打算去忽悠 自己老爹起兵 既然自己的话 老爹不听 他就去找一些重臣 去劝说老爹 他找谁呢 他找当时的一个人叫裴继 李世民就去拉拢裴继 对裴继说 如果将来我们李家夺天下 你畏居宅府 不是公侯之位 他这里写的是李烟阁 于是呢 李世民和裴继就商量 如何去忽悠老爹李渊起兵 裴继呢 就问李世民 李渊呢 有什么爱好 这男人呢 他能有什么爱好 他无非就是这个酒和美色 李世民和裴继呢 就去找李渊喝酒 李渊呢 可能酒量也不是很好 没喝几杯呢 就喝醉了 然后呢 李世民和裴继 就把喝醉的李渊呢 去送到了这个寄娘行宫 而且呢 还给他 在他旁边放的是两个女子 当李渊醒后 看到身边有两个女子 大惊失色 就问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什么人 这呢 裴继和李世民也就出来了 李世民说呢 这里是晋阳行宫 李世民的两位女子呢 他就是隋阳帝的公妃 在隋唐时期呢 这个晋阳 也就是太原 他是北方重镇 所以呢 他这里是有行宫的 隋阳帝他几次去 这个突厥 宣扬武力 也都是在 这个晋阳这里出发 这个皇帝出行呢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妃子都带上 所以呢 行宫是有宠妃的 也就是有种这个 春春都有丈母娘的感觉 这个晋继军妃呢 则是死罪 这个李渊当时气得拿剑呢 就要批这个李世民 李世民对李渊说呢 您现在是干了这种事情 您不反也得反 您不反的 隋阳帝也会杀你 你像这个阳术 阳选阳帝之类的 都是一笔血不血 两阳子的 阳氏中心 都被这个隋阳帝干掉 更慌慌他一个异性的李渊呢 咱们李家呢 他是关隆贵族的核心 这晋阳呢 他又是控制中原的药金 咱灰尸三万 直取长安 然后呢 收入关隆贵族 收拾人心 这天下可定 李渊到这时候呢 也很无奈 也只好担忍 李家起兵呢 虽然胜算很大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 当时的李渊呢 他是晋阳留守 封唐国公 可以说是位移人臣 虽然帝呢 也对他不放心 所以呢 他在这个晋阳 是安排了两个心腹 实际上是来监管李家 两个心腹呢 也可能得到了 李渊要起兵的消息 所以呢 就想做掉李渊 他告诉李家呢 要在这个城中其余 因为李渊呢 他是当时晋阳的 一个最高长官 需要他出面 就安排下了 这么一条晋毛 去除掉李家 这李世民 他是多么的聪明了 这种晋毛呢 他早已识破 他就对这两个心腹说呢 现在是天之有圣子道 你们要到城中先来接职 这两名心腹呢 他当时呢 这个脑子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想的 你是皇帝的心腹 这皇帝有没有圣子 你会不知道 所以呢 他一进城中 李世民 赶安排好刀副手 一骑杀术 就把他们给喀杀了 这晋阳起兵 从此南征北战 打下了大唐万里江山 这个晋师博馆 他里面的建筑呢 是一间老建筑 他这个晋师公园呢 他是一个仿建的亭台路格 但是景色的 也是十分的漂亮 长安亭 走过这里呢 他有这个龙兴晋阳的 这个雕塑 这里就是龙兴晋阳的 一个雕塑 中间其大码呢 就是李世民 在他的四周呢 就是他的一个文臣武将 身边传盔甲 这个拿纲兵呢 就是御辞敬德 他这里的雕塑呢 是没有他爹李源的 这个晋阳起兵呢 完全就是李世民 一个所导演的一个故事 他爹李源呢 反而成了这件事的 一个棋子 在打天下的时候呢 李世民的功劳很大 他文官做到了上书令 武官做到了天赐上将 还绝封秦王 所以呢 他文官武官都做到了极致 如果他再立功的话 就只有做这个太子 然后把皇帝让给他 可是当时呢 已经有了太子 不是他 是他的大哥李建成 后来世界上呢 大家都知道 通过玄武门事变 他杀兄徒弟 逼着老爹退了位 然后自己呢 是做了皇帝 可以说呢 他夺得天下手段呢 和这个隋阳力 是差不太多 但是他和隋阳力的名声 却是天差地别 隋阳地 阳 距离远中约阳 一个呢 是唐太宗 文皇帝 惊天伟帝约文 李世民他登上皇位之后呢 他轻邀伯父 百姓安居乐业 他善用这个文臣武将 这也就验证一个道理 江山溺血而顺手之 所以呢 也就留下了千古一帝 唐太宗李世民 这济水公园呢 他就是在这个 浸池博物馆前面的一个位置 他这里呢 风景非常的好 再往前面走呢 他就是浸池博物馆 这里面呢 他也是被称为 太平第一景观 有很多很多古建筑 我们到里面看看这里都有什么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浸池公园 给大家聊一个 李家家山在浸池启东的故事 我们下个地方见